第454集 恐怖的武器碎片 房屋般庞大的陨石开始脱落了一片片的石皮 露出了其中精英无比的心理结晶 这块陨石之中蕴含的心理堪称恐怖 完全是由精纯的心理凝结而成的固体 虽然只有房屋般的庞大 但质量上却是高得吓人 由无数液态的心理压缩而成 世间找不到第二块这样的陨石 不知道多少万年前从天而降 洒入在这个深深的地底之中 恐怖的吸收力再次加强 北风一头雪白的头发 背着淡淡的红光染上了一层霞光 心窍之中 无数的心理涌入到莲花形成的球体 整个心窍空间都在波动不休 像是不堪重负 砰 一声轻响 火红色的莲花花瓣中 伸出来一只洁白的玉手 而后 一尊浑身穿着绿色衣衫的女子走了出来 衣衫之上 一朵赤红色如同火焰的莲花绽放 而头颅部分 却是诡异的一朵莲花 这是星神的第二进化状态 星神伸手向着外界一指 点在了庞大的红色晶体之中 这一点便如同摧毁了堤坝一般 本来只是开闸泻红 现在则是直接摧毁了堤坝 其中数之不尽的心理 顿时滚滚而来 一寸寸的星神头部 开始由莲花变换成了人形 赤红色的心理结晶 颜色也渐渐地变化成了无色 一阵如同桑残 啃食桑叶的声音响起 又像是春雨打在了树叶之上 星神站在星窍空间之中 凌空而立 在这里 他就像是唯一的神 轰 星神的面容不断在莲花与人脸之间变化 而后忽然炸开 一阵粉红色的雾气扩散出去 又以更快的速度聚合在了一起 一张倾国倾城的人脸 出现在星神的头部 一张印有莲花印记的面纱 遮住了脸部 让人无限遐想 充满了神秘 十几滴熔烟莽的魂血 开始在玉瓶之中拨动起来 化作了一条血色的蛟龙 嗯 这是受到了星神的牵引 北风第一时间 感知到了这种变化 瞬间一念一动 乘犯在空间戒指中的 熔烟莽的魂血 出现在北风的手中 啪哒 轻轻的一弹纸 玉瓶直接破碎 十几滴魂血 形成了一条迷你的蛟龙 出现在星窍之中 庞大的星力 还有所剩余 但是此时 星神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 无法吸收 下一刻 庞大的星力 向着熔烟莽的魂血涌去 只有十来厘米大小的蛟龙 在恐怖的星力冲刷之下 渐渐开始变得庞大起来 完全相当于无中生有 硬生生地用精传无比的星力 为熔烟莽 塑造了一副躯体 星力消耗殆尽 一头两米多长的赤红色蛟龙 缠绕在星神的身上 散发着淡淡的蛟龙威压 下一刻 这一处处于心脏处的 火属性星桥 瞬间消失不见 北风的神魂之上 一处星桥赫然出现 三颗星桥位于神魂之上 隐隐有所联系 又彼此相克 当这一处星桥稳固之后 三处星桥在神魂之上 大放光明 让北风的神魂都壮大了一些 这小黑天呼吸法 按理来说 不应该有这么强大的效果 但现在 却又实实在在地出现了 这是系统鉴定出错了吗 北风喃喃自语 这种神奇的功效 居然能够影响到 最为神秘的灵魂之上 这种强大的功法 怎么才位列 最低的一个大等级之上呢 北风想不明白 这种功法 就算是被列为星级 甚至月级 也不为过 北风确实不知道 系统当初平级的时候 是以一个 第一阶段的星神来计算的 因为第三阶段的星神 基本上 不可能在地球上炼成 北风的意识退出星桥 浑身一震 气势结结拔高 却是混元肢体的后遗症 已经过去了 这是过了多少天了 北风的体系 一发即收 虽然混元肢体的后遗症 只需要24个小时 就可以消除 但是 那是建立在大量的血肉 与天地灵气的前提之下 北风动用混元肢体之后 就开始凝炼星神 哪有功夫去浮食血石 完全是靠着时间恢复过来的 此时北风只感觉到 一阵阵的饥饿感不断传来 咔嚓 绕是北风的气息 一发即收 但还是影响到了 一旁的陨石 此时的陨石颜色 已经变成了灰白之色 上方裂开了一道 细密的裂缝 而后轰然破碎 化作了一阵烟雾 一段十几米长短的树根 从陨石之中掉落出来 这一根树根干瘪 早就失去了生机 千兴藤的根须 就是从这节干枯的树根之中 生长出来的 北风伸手虚窝 握住这节干枯的 千兴藤的根须 放在了眼前 虽然已经干瘪了 但是重量确实不轻 而且这节干枯的千兴藤 不是灰白之色 也不是晶莹赤红之色 而是乌金色 散发着如同钢铁一般的重量 北风也不知道 这节树根有什么作用 但是北风还是把这节树根 收入到空间戒指当中 银白色巴掌大小的碎片 锋利无比 多看两眼 甚至让北风的眼睛 都生出了刺痛感 拿在手中 系统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如同干瘪的千兴藤根须一般 北风喃喃自语 看着手上出现的一条 深深的血槽 有些心惊 绕势足够重视 这块碎片的锋利程度 但是北风还是低估了 庞大的血气包裹在手掌之上 但还是被这惊人的锋芒 所伤到了 这还只是一片残破的碎片而已 没有人催动 真不知道这把兵器 完整时候有多么的强大 北风想象不出来 什么样的兵器 拥有这样恐怖的锋芒 那么必定是 一剑出而惊天 再想到 能驾驭这把兵器的主人 北风感到任重而道远 碎片被北风 收入到空间戒指 看着手中鲜血直流的伤口 北风有些皱眉 这股伤口之上 依附着一股锋利的气息 阻止伤口的愈合 伤口如同针扎 北风浑身的气血调动起来 瞬间覆盖在手掌之上 但是伤口处的锋利气息 直接就迸发出了一道 恐怖的锋利气息 击碎了北风的气血 如果说 把北风浑身的气血 比喻成军队 而这股锋利的气息 就像是拿着 精锐现代武器的士兵 虽然人数不成比例 但却是压制住了 北风体内的气血 砰 北风的手掌 瞬间炸开 两股力量冲击之下 北风的手掌 承受不了 两者交战的余波 此时北风的手掌 看起来恐怖无比 露出了森森白骨 要还只是这样 也就算了 北风直接地封锁气血 不往手掌处循环 血液自然不会流失 但是这股伤口 就像是有着一种魔力一般 让北风浑身的气血 躁动起来 向着这股伤口处流去 这下玩大了 我要是死在这一块碎片之上 那可就搞笑了 北风的脑海中 闪过这个念头 一时间 居然感觉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伤口处 浑身的气血 还源源不断地 向着这个方向流去 只是这么一会儿功夫 北风浑身的气血 就流逝超过了百分之一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这还只是被 这块碎片的锋芒所伤到 要是被这块碎片 直接斩中 北风想想都不寒而栗 估计那时 除了直接断臂之外 没有任何的办法吧 北风毫不犹豫地 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来九星果 微微地一用力 直接撕开了 实质一般的外皮 露出了其中 如同血肉一般的 精英果肉 一股股地一香传来 让北风 咽了咽口水 顾不得 慢慢去欣赏 这颗果实 北风直接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果肉入口 带起了一股浓郁的果香 如同最顶级的 妖兽肉一般 很有嚼劲 一口口咬下去 一股略微有些苦涩 像是竹笋之中 蕴含的雨水一般 只是几口下肚 北风瞬间就感觉到 飘飘欲鲜 通体蹦射出来 晶莹的光芒 可以看见 一股股庞大的能量 在北风的皮肤之下流动 大量的精纯气血 不断地从果肉之中 散发出来 只是丹丸稍微运转 就化作大量精纯的气血 被北风所吸收 一股股庞大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地向着伤口处冲击 一次次被锋利的气息所击碎 我明白了 我体内的气血虽然量很庞大 但是与这一股锋利的力量比起来 却还是少了一点 我的力量没有魂 北风一次次失败之后 终于明白了缘由 九星国不仅仅是增加气血 同时也对精神力与神魂很有作用 在源源不断传来的清凉之气下 北风此时的悟性不断拔高 相当于陷入到顿悟之中 这一股锋利无比的气息中 蕴含的魂 也可以说是意志 这一股意志就像是斩碰了一切 无坚不摧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的 而北风体内量虽然多 但却没有意念 自然不是这股力量的对手 两股力量对比起来 就如同两个成年人 一个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 拥有武器 而另一个 则是身体壮实的庄家汉 手无寸铁 怎么可能是其对手 北风陷入沉思 没有去理会不断滴血的手掌 此时无数灵感的火花 在北风的脑海之中碰撞 那么我的信念 我气血的魂是什么 北风不禁慢心自问 开始思索起来 一件件往事 在自己的脑海之中闪现 脑海被称之为上帝禁区 拥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此时北风的脑海深处 一片黑色的空间中 一位缩小版的北风 盘膝而坐 身上散发着 微弱洁白的光芒 也同样是喃喃自语 请不吝点赞 1400